是時候才用消遣啦 中秋一定會不會來呢 有點難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主權星看地下 地下看主權星啦 我們知道在南海裡面產生一個91W 還有這個關島附近產生一個9OW 首先我們來看看南海裡面這個91W 現在是來到越南中部的外海大概100公里 早上還有300公里 現在已經變成100公里了 中間時速啊 545大概6級才用的威力啊 慢慢轉向西北方這樣會變成整個中間小時 55公里大概7級 但是他非常靠近越南 所以他偏向越南之後 在這個26號凌晨應該會登陸越南的 順滑地站 登陸之後他進入到內陸就慢慢消失這樣 所以這個91W已經沒有機會停車 14號才用小錢啦 但是這個92W他的機會也是沒那麼好啊 今天他提早轉彎啊 以日本大概1500多公里 中間下值一樣是10300% 中間時速啊 30啊 一直 啊 增長不起來 而且他的 前面呢 雖然 雨漆很多 但是 他的三倍是 他平常高啊 一直壓縮下來 我們從預測上面可以看見啊 他在這裡就慢慢轉向 這個東北方向 啊 雖然有機會成為壓降下來 但是 他位置非常的強 所以他要生成一個台湯 其實也是不太可能啊 但是意識的上面啊 不管是GEFS或是EC系統 都認為在這個 在這個 EC系統認為在灰冰這裡會產生一個 比較強壯的低壓停車用台湯系統啊 這個 GEFS他認為在那海裡面還會產生一些低壓 形成一個台湯系統啊 所以啊 還是有機會在中秋節附近投資上 10月初的時候 產生這個14號台湯小犬啊 到底 這兩個 低壓系統不會不會在 未來幾天產生出來呢 讓我們驚豔一下呢 請去收看主持人看機場 去看看主持人看機場 拜拜